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为图书馆是一个最佳地 图书馆是一个洗滴心力的地方 图书馆是一个所有资源的集中点 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社交科学院是一个空间 我们工作上一个社交问题 或是一个社交问题 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在这个邻居里面 我们专业专业 专业专业 在社交问题中 经历者是有关系统 通常我们在建设计政司上 我们专业专业专业的工作 我们只要专专业文静 确认者是什么 但是事情就是发生到了现代的 但不讲解我们的事情 病人说的是什么 老人或未来的病人 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具象的任何地方 具体语辑者 在Fill那裡收集故事 我們可以有多點時間跟市民聊天 我們會主動問他們 我們不會是收集數據 例如你對童書館滿意程度一至五分 沒有的 我覺得跟平時我們做一些讀者意見的調查 那些結果都很不同 因為是可以更深入了解讀者內心他們的身處 對童書館的感覺 這是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你看到很多留言 每個家庭的故事有貼出來 原來我在這裡找到我的故事也有貼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我也很開心 今天看到的很多市民的一些回應 其實是一些非常實際 和是很貼地 亦都是一個很有感動的一些事後 譬如說有些市民 他會說出他為什麼會來圖書館 又或者他不來圖書館的一些原因 或者是一些媽媽 他對於一些小朋友的期望 然後希望圖書館可以幫他做到什麼 所以很多的感覺 今天其實是非常來得真實 和是很親切 我期望以為是一個關於空間的室內設計 但後來發現原來要做話生物 之後又從故事內去代形問題 亦都需要將完全專業的知識 以及自己的角度化 然後才可以做得好 而這個過程其實很有趣 我也覺得在內裏 不知道會如何去到哪裏 而來到發展 我覺得這過程很很有趣 這個過程 這六組朋友找到這六個方案 無論創新性和認受性 我們覺得過往我們用一個所謂專家方案 去處理是拿不到的 接下來我們會看看這六個方案 有哪些是可以實施到的 我覺得其中我自己看到的重要性 不單止是可不可限 其實是整個方法來講 給予我們一個新的思維方式 原來過往我們康民署去改善一些措施 其實是有另外一些參考 還有我覺得整個所謂創新實驗室這個概念 其實都可以在我們康民署 其他一些服務和設施上 是可以作為一個改善我們一些服務的方法 最初我們還未掌握到究竟如何做才是最好的 但每一次Trial 我們跟不同的參與者去試的時候 他們都給予我們很多不同的 Feedback 所以我們組完這間Lappers之間 每一次玩完這些Trial 我們都要開門去調整 所以每一次的經驗都是寶貴的 累積起來就希望令Prototype 可以更加成熟 可以期待給不同的使用者 Social Lab裡面的科學界合作 我覺得是很新鮮的 因為我真的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 之前是完全沒有機會和他們一起合作 例如建築師或者土塑館的館長 亦都是第一次可以深入一個社區 去多些和地區的群體接觸 我們需要很多時間一起去討論 一起去想像 和街坊也需要建立很多信任 我想這也是整個Lapp 最後我一定可以拿走的 就是建立了很多很好的關係 這次是一個很創新的文官商的共創實驗 其中最大的感觸就是在試Prototype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那麼順利 因為我們是觸碰到一些體制上的盲點 或者僵化的地方 我們期望在接下來的時間 圖書館可以認真地去考慮採納這些方案之餘 更加重要的是 如何可以在前人流下來的很多做事方法和框架裡面 可以嘗試勇敢地踏出一步 嘗試將一些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擺在體制裡面 亦都將這種創新真正可以帶到社區 霸佛大摩 龍佛大摩 把努力工作進行 假設途中